按照常规的逻辑 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一台方盒子的纯燃油四驱SUV 应该是跟省油这件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不过今天我们试驾这台车 你看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方盒子的造型 这台车叫做北京的BJ30 这台车非常有意思 就是一套HUV的油混系统 大家看它虽然广告牌是绿色的 但其实它是一台上蓝牌的车 不过它搭配这套混合动用系统还是挺厉害的 燃油效率非常高 超过41% 而且它配的是一个前后双电机的电四驱系统 据说能做到非常低的油耗 刚好今天也是这台车在广州举办的一次节油挑战赛 我们今天在广州这个30来度的非常炎热的气温 要开1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里程 看看它能做到多省油 刚刚我们已经加满油 而且现在已经贴上风条了 我们进去车里然后设置一下车辆 现在里程已经清零了 然后空调我们现在调到23度 然后今天我们车辆是有4个成年男人 算起来超过20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载重 所以在这个先天不利的条件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到我们终点的时候 它的油耗成绩会是多少 那这种节油赛你想取得好成绩的话呢 最好就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然后在公路上面找一个体型比较大的车 然后为你破风 OK 顺利通过 好 今天这一台BJ30的节油赛呢 是比完了给大家汇报一下成绩 那今天呢开着这台车从白云出发到现在这里呢 是清远的一个郊区的农场啊 我们去到载油站呢 是9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表显的油耗呢 是5升 不过非常意外的是 在载油站加呢 只加了2.16升啊 这个成绩呢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偏差的 因为可能今天早上教练呢 开这个车在白云加的时候呢 是会加的比较满 可能是那种快要溢出的状态啊 那来到这里呢 只是用一个跳枪的方式去记录成绩 那所以中间是有些偏差的 我觉得这个参考意义不大了啊 但是呢 表显的油耗呢 我觉得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这个5升呢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今天呢 是采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节油的方式啊 比如说去跟着一些大货车去减低风阻啊 比如说在长时间 用一个很匀速的状态去行驶 但是速度不慢啊 今天该跑80的 我都跑80 有时候在高速上面我也跑到100了 那在市区 我基本也就是四五十五六十 这样的一个速度 一点都不慢的啊 而且是全程开车空调啊 用的驾驶模式呢 是经济模式啊 所以动力呢 应该不会特别强 不过好的是呢 这台车它的1.5T 这个磨合电驱啊 它动力性能确实是挺强的 即使是在经济的模式呢 它依然有很好的一个动力的表现 因为这套动力综合起来呢 是达到了301千瓦的最高功率 然后扭矩更恐怖啊 685牛米的峰值扭矩 所以它的动力储备是很好的 无论在市区还是高速 就你的右脚 你的油门 可以非常细腻的驱控制 你多加一点点力 它都有不同的一个动力的反馈给你啊 所以这套动力虽然说动力那么强 但是呢 它的轻和度 包括异上手程度呢 也是很好的 其次呢 这台车是玩了一段青越野啊 很多的这个泥江 或者说泥沙的路段啊 去跑了一跑 所以车里非常脏 那在这样的情况上面呢 还能做到5升的油耗呢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惊喜啊 因为这个油耗呢 据很多同行媒体老师来说呢 他们都说这个油表呢 它的准确度还是挺高的啊 没有什么快乐表的情况出现 那如果按照相对废油一点的开法 或者正常一点开法呢 其实也就是6升左右的成绩 那5到6升这样的油耗表现呢 基本上就是我的那台飞度GK5 这样的一个油耗水平啊 但是明显这台BG30 你看到它这么帅气的一个方盒子的造型 那再有呢它有这么高的一个离地间隙 去到21.5cm啊 接近脚呢是25度 离去脚30度 所以呢它能带你去很多一些飞铺装的路段 或者说比较烂的路啊 你又想这台车能够陪你去市和远方 去一些新疆啊 西藏啊 去自驾游 没有什么里程焦虑 那这台车我觉得相当的合适 离地间隙够高 不用怕走烂路 而且它有一套那么先进的一个1.5T的油混的动力系统啊 在满足你日常代步 满足柴米油盐 在市区行驶的时候呢 它又足够低的一个油耗 那同时呢 它又足够好用的一些空间 车内的空间呢 一点都不小的啊 今天我们四个人坐在里面 都还有很宽敞的一个空间 所以方方便便这台车 都是能给到你很好的一个体验的 那我觉得今天看下来 对它满意度还是挺高的 而且我真的非常羡慕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 如果你真的是刚透露社会 自己手里预算不太高 那这台车 我们今天开的这台顶配的车型啊 也直到14万不到 13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然后它的这个用车的成本也很低 购车的成本也很低 作为年轻人你的话 去选择这样一台全能的SUV的话 那这台BG30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对这台车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啊 OK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拜拜